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HotTone独家冠名播出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HotTone冠名播出的铁人音乐频道 我是程磊 是的 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HotTone咱们的冠名厂 HotTone在上个星期 推出了一款这个G他们Xtomp以后 最新的一款这个Xtomp mini的这样一个版本 那么今天咱们也是进最快的速度 请到了咱们来自HotTone的官方的音乐人员 咱们的音乐工程师于鹏 嗨 大家好 那么要跟于鹏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非常有意思的新产品 OK 那么刚才大家在一个简短的广告片里面啊 已经看到整个这个Xtomp的一些特点啊 那么其实啊 可能大家 我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嘛 其实对于之前Mars上节目的时候就有没有问 好 现在我又再把这个问题 我再把他拿出来再问你一次 其实我们这个音乐工程师啊 这个头衔他到底是干什么工作呢 啊 是这样的 就是音乐工程师的话 就是说整体它是一个和产品 这个产品就是息息相关的一个职业 就是他要从这个产品的雏形 也就是说他最初他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写产品策划吧 然后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把我们现在的技术优势啊 然后把我们的创意整合起来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搞成策划 从第一先从这开始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经过不断讨论 然后等这个东西有一个雏形之后 然后我们就不断的要和我们的研发端去打交道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确认这个东西 它的硬件值比较大不大的要求 然后它本身的音色都不OK 然后这个就是会来回来回大家不断去欣赏 然后最终达到一个标准 出货标准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和生产 就是最初的一批生产就要打交道了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叫做市场了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参与 就比如说是它的包装设计啊等等 这一系列的说明书写作啊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它的手件就是手批生产的东西出来之后 我们还要再确认一下 确保这个东西整个流程下来是完全OK的 OK这样 然后同时的话我们还要就是说 有义务去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的最新最前段的一些动态 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求 嗯就是既要有一定的对音乐的素养 同时要有一定的技术的知识 这样就是整个一个产品 从头到尾你就要参与对吧 基本上是真的 这个产品基本上也是你全程都参与了 包括Xtorm啊 是的 因为去年咱们在那个Xtorm刚上市的时候 嗯 我们不是发朋友圈吗 嗯 哎呀这个东西终于上市了恭喜啊 什么怎么样 然后一旁就有几个 就写了几个字 发个朋友圈 终于搞出来了 这样一感觉 然后今年Xtorm mini出来的时候 又是终于搞出来了 其实一个产品 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 这个一个产品中的从一个策划 一个装品成型 包括装品上市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也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 嗯 这样一个感觉 这么像我们现在的这个Xtorm 它这个产品的特点啊 可能大家有熟悉的朋友 就是它等于说一个 它一个数字的嘛 数字键膜的一个效果器嘛 它就说 你等于说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有一个Xtorm 你就等于有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效果器 就所有的包括音箱啊 包括效果器啊 Paddle啊 踏板都会融入到里面 其实里面是通过一个DSP的一个运算 那么DSP这个东西其实是在 对于一个数字效果器来说 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 可以这么说 对 所以实际在我们现在有多少个音色了 嗯 170以上 170多个 嗯 你买一个这样就等于你有170多种效果 其实在这个里面 其实对研发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 因为一直也在归进去没有断 对吧 所以说这个确实还是 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整个Xtorm mini出来以后 它这个Xtorm啊 就是它原始的版本 大家这两个看 除了它size 还有外观的一些设计以外 我觉得这个彩钉比较人意外 因为我有一个Xtorm 这个彩钉我根本舍不得彩 基本上都是暗的 这个我可能还很欣欣的可以彩一下 那么除了这些外观上的不一样以外 它的核心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不一样 嗯 是这样的就是 哦我拿出来 哈哈哈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Xtorm和Xtorm mini比的话 就是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Xtorm mini只有只有一个单声档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大家是用不到立体声 嗯嗯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更加 其实用起来更加简便 对就在接口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这里是两个输出接口 这是一个输出接口 对吧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嗯 Xtorm mini它可以使用的那个效果 然后我们叫做算法 然后这两个的话它和Xtorm的话 它是有区别的 嗯 就包括那个combo类的算法 special类的算法 以及签名款的一些的算法 嗯 像这样的算法的话就是 Xtorm mini是不可以使用的 嗯 然后这样的话是我们是为了和Xtorm 本身是拉开一些一定的差距 嗯 这样的话就把两个产品的档次分的更清楚 嗯 同时的话就是Xtorm mini在 就是在微小化的过程中啊 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 嗯 在整个的就是设计过程中的话 就是为了使这个Xtorm mini的价格 就是达到一个更加亲民的 对 更加亲民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是在设计的时候架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同样的平台 但是里面就是说经过了 嗯 完全不同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设计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的话 就是说它其实是花了很多的精力 嗯 然后去慢慢的去协调 然后就是让这这两个东西 就尽可能的达到一致 同时的话就是说就是对于我们 还是对于就是中端用户整个来说 都是达到一个可接受的一个结果 这过程中就是非常的费事 嗯 另外就是说它整个的就是说 除了刚才讲的几个 包括有些签名款的音色 还有combo combo是是什么就是两个 你同时用两个效果的那 对它其实是一个二和一 二和一的效果 对是用不了的 对吧 甚至是在Xmin里面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嗯 刚才说到那个combo 然后是签名款 然后还有一个特殊类效果 特殊类效果是什么 特殊类效果的话 就是说我们就开发的一些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有创意的 比较有怪异的 原创 对有些原创的一些那个一些效果 嗯 就是比如说是一些个比较独特的一些 就比如说是为目前玩家设计的一些特殊效果 然后还有looper 嗯 嗯 还有一些的话就比如说是我们还在开发了一个 有四个部阵的一个那个绿波器自动挖 对 那个很怪吧 对就是用起来就是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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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因为这样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用top tempo 这个功能来控制它的那个这样的速度 就是有点像是合成器的那种感觉 那已经是已经有点非常规了 对了对了 基本上嗯 就是就是大概是这样 就是这样一些 就是说在X-DOMP上就常规的效果 其实Xmini都是有的 其实大家一起也用不到那么多的效果 因为满足一些大家就是一些常规效果满足大家基本的需要其实是ok的没有没有任何问题对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在讨跟于逢之前讨论的时候还有一个箱体模拟啊 当时我是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就在在这一块 他好像就是说他只就是说只能单独使用 他不像X-Stomp X-Stomp的话他可能你在使用箱头模拟的同时他这个输出给带了一个箱体模拟啊对对对对对 而这个呢就只能你用一个 对呃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X-Stomp他是一个 他支持一个就是立体声输出嘛 然后他其中一个就是说是相当于你从那个就是相当于过了一个干声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带了一个箱体模拟 就是说左声道和右声道嘛 对然后这个X-Stomp mini在使用这种那个 它是有一个输出嘛 就是相当于他的X-Stomp的左声道 嗯啊左进左出这样 所以说就是说没有就不带那个箱体啊对对 大家使用的时候也应该要了解到这一块 他们是其实是有区别的 但是大家可能更关注的还是价格了 哈哈哈 现在这个X-Stomp mini的价格是大概多少 就是按照美国市场的价格的话是149美金 然后在国内的话预计是在900就是1000不到的 1000不到的样子 其实这个其实对于我而言我个人而言就是X-Stomp 对我的使用来说还是稍微高端的一点 这个确实就感觉 因为这个有时候玩一下就尝试一下 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对对吧 那么最重要的呢 咱们还是要听一下它的音色了 我们现在下面就把它接起来 大家感受一下 嗯 好了设备已经接好了 今天用的是这个虞鹏的一把 这个非常古老经典 哈哈哈 这个比较少见的这把琴 这一般的什么型号 是这样的 这个琴是iVinx在90年代推出的 大概是80年代末左右吧 推出的那个RADIUS系列 然后这个型型号是540R 就是RGRADIUS的间歇 然后这个型的后来的型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老乔 老乔的JS系列啊 这个琴是不是比你年纪都大 这琴比我小一色 哈哈哈 这个是应该八几年的琴吗 90年的 90年的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余老师玩琴比较有品味啊 都是拿老的来改啊 这个玩改装 然后玩一些组装的一些琴的这样的感觉啊 那么言归正传 我们还来试一下这个XTOMP的这个mini的音色 那么现在最近也是更新了很多的这个音色啊 这个主要以这个箱头为主啊 对 就之前我们常规的 因为在之前节目里面做过我们就不来了啊 今天我们来几个新的 我们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要给我试的 呃 首先第一个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之前是刚刚发布了一个 就是Friedman B100的一个箱头 就是本身就是一个Friedman是吧 对 加强版的妈像那个 对 超级贵的那个 那个音箱其实我试过 那个确实是非常不错 但是太贵了 实在是太贵了 在国内我应该没见过几个人好像真的拥有这个Friedman的这个 嗯 就是整体来说是比较少见 但是说那个音色确实是非常好 那个管子味道非常重 而且增议了 那个他确实是那种加他有Marshall的感觉 然后又有那种比较现代的那种很紧巴的那种 对的对的对的 那个味道啊 对 我们这个模拟我们来也来试一下 看到底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对比啊 因为那个我们就试一下这个音色是不是也比较靠谱啊 试一下 好 现在已经进去了吗 对 好 已经已经进去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可以试一下 直接调用啊 对 嗯 音楽 音楽 这个是动态 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以前试的还没有这么好的动态 就在这种新技术在里面 嗯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 保密 这个确实动态比些 这个感觉确实还不错 对吧 下一个 这个字满的表情已经露出来了 下一个 我刚才有一点必须要说的 就是我们的麦涛晨老师已经露出了传声音的吉他 哈哈哈哈 先关闭一下造音有点大 对 下一个我们来哪个 我们都来几个失真吧 在之前啊 然后这我们的话主要是以那个阴险模拟 阴险模拟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也是之前发布的一个 是基于那个 基于那个我们著名的传说中的 等一下我猜一下啊 我猜一下看我能不能猜出准啊 我先不看我先不看 你你你你露的好你告诉我 好现在可以了 看我能看得非常经典的啊 对经典的 好我稍微调一下 稍微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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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有点猛啊 这个是high game 这个百威 对啊 真是百威啊 嗯嗯 哈哈 5250 没错 是这样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个的话 我们做这个音箱模拟的时候 就是正好我看看是不是 哇 但是我觉得还是它的那个 比5250实在的那个要厚一点感觉 嗯 对啊 对 对 它厚的话就是说 它跟那个就是我们用的音箱什么 其实都要对的 其实这些都是一条 但是是真的那个整个的品质还是 是那个是那个 就是那种又紧又那个 对又 它有点厚 其实没有厚 但是它不是都特别尖 但是它有点它比较中性 因为是那个年代的声音嘛 对对对 它跟605油不太一样 音头还是比较大 对对 但是还是比较比较紧的感觉 对就是我们那个 它有一点 它也是把那个真相的感觉模拟过来了 就是说它的 第一是增益比较大 然后第二的话它的噪音比较大 对 有点大 对玩过5150真相的人都知道就是 5150本身是 5150我之前有用过一个combo 可以打开我 就疯了 天呐 基本上没有原生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trible原生 它那个clean通道的话 就是说切一个就是原生弹灯 也基本上不像原生了 对 没必要了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我们这个就做它的那个力的速度 现在我们有原生类的这个过载一点的这个模拟 原生类的新一点 原生一点的啊 原生一点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太过载的 就是我们倒是有一个就是基于Stefile 那个legacy做的那个 对对对对 基于它的clean通道做一个那个模拟 然后这个我们之前也发布过了 就是要不要是那个 试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Stefile Stefile的音色应该是也比较宽了 嗯 它不是那种很亮的音色 也是比较清亮的那种 然后我们是 它有清亮也是有 因为Stefile整个的音色感觉都是中频也多嘛 然后很宽 然后大气的感觉 原生也是这个味道 但是大家有一点过载啊 但是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把 它那个 这个legacyclean通道的话 它有一个就是很独特的一个装备 就是说它那个装置 就是它的present 它不是和我们的一个选拟一样 它是一个开关 然后按下去的话 它可以高频打亮 打亮是吧 对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不妨来试一下 就是我稍微调一下效果 嗯 然后好现在可以了 对还是确实很大坨的也很大坨大坨的感觉 但是可能solo的时候 可能会 对吧 对吧 这个 这个不太适合 对吧 这个 那么整个它整个 包括现在的这个 音箱模拟 应该现在也是很主流了 所以对箱头 箱体的模拟 应该是大家都有 确实非常实用 那我们再挑几个 因为howtone一直以来 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面 就是我用howtone的产品 其实周边 对我来说是一个 做得非常不错的 包括现在 最近好像那个 我看到那个John Croffield 好像也在用howtone的一些周边 其实周边做的 应该是世界级的水平 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 包括那个八度音 国际上都没有几个特别做的 能够说是做的非常好的那种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也挑几个周边 因为这个实际有限 挑两个行了吧 对 挑两个比较常规一点的 好吧 有新的吗 有 然后正好我们之前 也发布了一些新的算法 就是说是 我们有发布一个 就是扫屏延迟 就是SweepDi 然后我们还发布了一个 就是PlaceReverb 发布了两个 一个是相对于说 不是很常规的一个延迟 而且发布了一个经典混音 嗯 那我们现在要试哪个 嗯 我们先从延迟开始吧 啊延迟啊 对 这个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说它在普通的延迟底下 它还加了一个 就是一直在有的一个扫屏力波器 总之就是像是 就是说 演奏起来的话 就是 为什么它叫Phantom的话 就是说它的那个效果音 就是有一个 哇 就是它在整个的延迟过程中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东西在是吧 对了 OK 嗯 对这蛮好听的 很有很有细腻 哇哇哇哇 里面有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是叫什么来的 这是sweep delay 啊sweep delay 对 扫屏进去 它的整个的 但是弹solo 它弹这种分解和弦 确实蛮好听的感觉 就是做一下氛围啊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很新派这个音色 嗯 现在很多新发行玩延迟都是 它不会那种单纯的 像我这种 传绲玩法 DDDDD 他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你面加上一些Sames啊 包括一些合成效果 包括一些 就是很难说 很难说明白那种东西 反正他不会用那种单纯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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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elay 嗯 这也是现在发展的很快速 这个Delay的效果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 plate 啊plate 对 这个平板混响 对 平板混响 它就是模拟的那种原来那种老录音室里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早期的还没有数字技术的时候 就是就是无非是弹簧或者说是 对 技术板 用不就是说直接到室内里面去 然后这我们就是模拟的那个就是板式混响 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应该是比较传统的了 就看一下它的品质啊 没错 也可以动一下参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变化 好 整个的感觉 感觉还是挺 就是我其实我对于音色来讲 我其实我不 我其实不太信那种品牌的 某个品牌做的特别好 我就听我相信我耳朵听到的东西 我觉得一个音色让我觉得很舒服 嗯 那我就觉得是一个好音色 对 我不知道你你当然有点算是一个玩四个位 玩的比较偏的人 你自己对这个自己用的这个音色 因为你自己有很多乐队 各种风格都有 你你对下火器的一个 你说什么是一个好的下火器 在你在节目里面 是这样就是我其实对声音的理解就是平衡 嗯 就是说哪就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清晰 然后就是说大家都能够互相融在一起 但是说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就是他可以突出 他又有一个特点 但是说就比如说某一个东西占主角的时候 其他东西就是陪衬的时候要陪衬的 就是也是就正好到位 嗯 然后如果说是一个就是多种效果叠在叠加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一个就比如说是那个没有特别突出的 也没有特别那个就是说没有特别少的 就是大家加在一起就比较和谐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的情况 你会追求那种就是那种功能特别强大 到没有边际的那种那种调试的那种 比如一些delay time 嗯 无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个一个 这你会尝试一些你这样的效果器 嗯 有的时候也会玩一下 也会玩一下 对就是 要么就是我对效果器的话理解就是 要么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好玩那种 然后要么就是说可能他只有一个效果单 那种生意会特别好 嗯 嗯 就是我是就亲就是王老师亲爱这两个 就是也是也是一个玩家了 嗯 其实现在效果器就类似于一个对于很多吉他手来说 他有一包一个收藏 喜欢收藏的好多家里几千个效果器 他就是其实就是拿着当一个玩具 其实跟大家玩的不太一样 好 那么我们也可以来听一下这个 于鹏他自己啊 常用的通过Xtomp所出来的一个音色 啊 他的玩具是怎么样的表现 好 好 好了 那么现在呢这个于鹏老师的这个设备啊 两台Xtomp都已经接起来了啊 像你一般演出的话会用到两台Xtomp 嗯 就是说那个一台就是用来做时间员 然后另外一台的话就是做周边啊 嗯 像我们我知道有一些国外的这个Xtomp用户 我之前看过一张照片好像说 买了五六个这个Xtomp 他们一个的拼进来 对 很有意思啊 就是我们一般常用常规的用两个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一种办法 对 那么像你就是平常演出的时候最多的一个音色 给我们演示一下 好吧 嗯好 然后就是说在那个平时演出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就是以时间为主 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是很放松的状态嘛 就是说我更新就是说更新是自己在家玩啊 对对对 然后这时候的话就是我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用一个就是过载 嗯就是或者说是把是就是说把他深度就调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范围的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就是后面挂一个我为什么要用Xtomp呢 就是因为他可以用一个combo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有两个啊 对就这后有两个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东西给涵盖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个灯啊 一上面就他就是把混响和岩石就是加在一起跟二和一的一个效果去的一个组合啊 对对对对 这个是迷你没有的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Xtomp有啊 嗯 然后接下来的话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就是比较old school的一个颜色 然后就有时候就是我还蛮是一个old school的哈哈哈 对对对就是我还蛮喜欢这种老派的那种风格的东西 所以说我自己玩的时候也是倾向于这种比较老派的颜色 然后首先呢就是说他的那个 其实我先把时针那个音色打开 其实现在已经被我调了这款过载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 这个掛载了一个延迟在碰一下 他的声音的话大概就是 最常用的应该是啊 嗯嗯 很老的感觉 老派的感觉 对就是说那种非常老实的短延迟 嗯嗯嗯对对对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感觉 然后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边Hentrix来了是吧 哈哈哈哈 还是没有 哈哈哈 嗯嗯嗯嗯 作曲 李宗盛 对 这次其实今天我整个试完这个XOM Mini以后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 它的这个 出发的声音就是动态 包括这个真实度啊 都感觉跟我之前试的不太一样 这个这里面有黑科技哦 我觉得应该是有黑科技的 确实跟我感觉不像 就是你刚才谈这种情绪的东西 好像确实不太像一个数字设备出来的一个感觉 对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CDCM的技术 就是说之前我们借着XOM这个平台 然后把它发出发出来了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在不断的 就是自己也在不断的进步 然后这个要非常感谢我们 好同所有的研发团队这些人的付出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些心情的工作 然后就是说把这些声音 就是提到了一个相当真实的一个地步 它和那个就是我们市面上常见的一些 就是数字建模的一些技术不一样 然后它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它里面就是运算的那个就是整个的电路 所以说它出来的声音就是相当真实的那种感觉 然后每一下都会那种都有那种 就是比较非常的所谓跟手也好 就是说那种动态失足 对对对对对 其实像很多的朋友 其实他对于一个音色的 他可能不会去在乎里面算法 什么精致 什么其实他还最终拿到手上 我弹出来耳朵里面的感觉 对对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买把琴一样 我就说了半天 你不听到音色 它还是没有必要 那我相信这个X-DOMB 其实可以给很多的这个用户带来 所以它的这个音色越来越多 技术越来越多 因为它这个可以升级嘛 对对对 技术越来越好的话 相信可以给更多的这个乐什么 带来更多的方便 没错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它也是这个不断在更新的一件事情 然后就是Duff Punk有一首歌 叫做Give Life Back to Music 对不对 然后就是我希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 能给大家就是带来这种真实的感觉 就是真正能把就是生命赋予给 就是我们演奏的一些音乐 或者自己在家玩 或者演出也好 就是说希望能把这最真实的体验 带给大家 嗯 那么好了 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啊 这个于鹏到我们铁人来做节目 非常感谢你 那么最后啊 希望大家也能够都能够关注 HOTON最新的X-DOMB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